來…等一下… 跨過紅線奮力衝 這一大群人要搶的竟然是房子 新清安政策上路後 年輕人小資族投資客搶過頭 就怕買不到房 但現在 重跨區新城屋展受中心名利 但一個下午幾乎看不到買客 房市冷清也不可投日而雨 央行的第七波打房重擊房市 投資客收手 但也嚴重影響購屋族 他是高先生 苦熬多年終於有機會買房 五月簽約了一間小坪樹預售屋 卻遇到現貸令 递出申請的貸款無消無息 車門會在這邊 然後車道會從那邊出去 看著自己訂下的房子 眼神透露期待與不安 若順利明年就可以擁有七身之地 但現在充滿不確定感 他的成家之夢有可能碎了一地 因為貸款的問題就變成說 後續的一些能不能夠完成這個 原夢 買房的這個原夢好像是 還是有點困難 最壞的打算就是把這個夢 再往後延一點 當然這也相當遺憾 房市多頭榮景不在 學者認為政府的信用管制 慢慢會看出成效 讓非常地房價還捉路 打炒房的情況 讓這些炒作的人減少 讓房價慢慢回歸健康合理 可是我想 不是短期就能夠看到的 那這是一個慢慢 如果太快下來 那也划不來 那可能造成市場的崩蝶 反正大家的整個的 心裡的一種壓力存在 所以慢慢慢慢緩 操入這是一個好事情 政府出手讓資金緊縮 加上2025年 全台預售屋交屋量 高達十萬六千九百二十四件 台中北屯和桃園中壢 都超過四千件 交屋數量高又貸不到款 恐怕造成斷頭危機 節約潮 這些被釋出的標的 有些人已經開始期待房價波動 可以進場減便宜 如果快的話 可能明年第一季 下半年或者是第二季 就應該要有明顯的修正的波段 我們傳統來說的話 三月份會是一個交易的旺季 那如果說三月份的交易的旺季 它的狀況沒有變得比較好 那我相信業者應該會去做 比較積極的溢價 不只預售屋可能釋出 中古物代售量也逆勢增長 今年第三季代售存量突破十萬戶 尤其在台中市高達兩萬七千多戶 新北市有一萬八千戶 預期第四季還會增加 年底前 很渴望再看到一波投資客出走槽 專家預估房價勢必下收 如果說是蛋黃區供給比較少的話 挺多也就是個三趴五趴 但是如果說是比較賣壓大的區域 或許大概可能可以落在一層五上下 但是如果說要到兩層以上的話 其實那個大概就是賣光 各界估計房市從賣方轉為賣光市場 會持續到2025年第四季 這一段期間 公屋族可以多看多比較 如果有喜歡的物件 比這樣空間也不見大 教材中心黃好酒富士涵採訪報導